蓝光君养的兔子怎么少了两只呢 魏无羡刚踏入后山 就听到一个高个子女修自言自语的 魏无羡心想 兔子丢了有啥奇怪的 他们有脚自己不会跑啊 跑到深山老林里去了也说不定 而且蓝湛养的兔子 足足有上百只 你每次喂兔子还能一只一只的说 如果是魏无羡养的 那肯定是发现不了兔子丢了 但兔子是蓝王鸡养的 所以这事就无法糊弄了 蓝二公子的养兔时有二十年之久 但是兔子的数量一直维持在上百只左右 据说是因为公兔子太多 母兔子太少 导致受孕率极低 每年出生的兔子和自然死亡的兔子数量相当 所以兔子没有大量繁殖 看护兔子的女修在每只兔子的尾巴上做了编好 以防止兔子丢失或被盗 可是再细心的女修也免不了会丢几只兔子 以前丢失的都找回来了 现在丢了两只找了几个月还没找回来 怎么办 韩光君肯定会重罚 魏无羡想 蓝战太凶了 看吧这女修下的 不如我帮她说几句好话 正想走过去帮女修 却见一个矮个子女修跑了出来 师姐 兔子不是丢了 是韩光君送人了 几个月前她送给一个女子了 咱们半年轮岗一次 我忘了跟你说 很抱歉 你确定 千真万确 那天是我值班 那就好 吓死我了 高个子女修拍拍胸脯 一副惊魂出定的神情 她行定了 魏无羡却火了 蓝战送兔子给别人 还是女人 没听错吧 当初她想把兔子烤了吃都不同意 司追和锦衣 想养两只兔子也不同意 现在却同意送给别人 两位姑娘请留步 魏无羡从树林里走出来 伸手胳膊 挡住两个女修的去路 韩光君送兔子给谁了 姑祖蓝室没有人不认得魏无羡 没有人不知道 她是韩光君心肩上的人 足毕恭毕敬行礼 回魏公子送给一个姑娘了 那姑娘是谁 那姑娘是蓝室旁族的女子 眼睛大大的长这样 矮个子女修 把当时的场景描述了一下 魏无羡心下了然 原来是那个与蓝湛定亲的女子 失忆的蓝旺鸡对兔子没有感情 那女子见兔子可爱 提出要两只兔子来养 蓝旺鸡没有表态 那女子便当她是同意了 值班的女修一向很怕蓝旺鸡 自然听从照办 没有意义 魏无羡本以为 往事已尘埃落定 自己早不在乎 可是此刻得知蓝湛竟然送过兔子给别人 心里的震惊与宣泽 不亚于当初在酒楼上看到蓝湛对姑娘微笑 真是岂有此理 欺负我伊林老祖不在了是吧 魏无羡气呼呼地跑回藏书阁 也不管蓝旺鸡是在处理重要事务 还是在批改晚辈的笔记 一把掀翻了蓝旺鸡的书桌 书本撒了一地 魏英 你干什么 蓝旺鸡低声道 冷不丁地被人掀翻桌子 任他涵养再好 也不能忍受 我干什么 我还想问你干什么 魏无羡双手插腰指着他道 则是明珠佼佼君子的韩光君 看不出来呀 你挺会撩妹的 我竟然被你骗了这么久 好好说话 蓝旺鸡放下手笔 一字一句警告道 桌子被掀翻了 也没影响到他的优雅 这份从容当真难得 但是今天魏英抽什么疯了 好好说话 你要我好好说话是吧 好 你给我听着 我今天要把你的兔子全烤了 让你送人 让你送人 这次把你的宝贝兔子全烤了 请幼儿园的孩子们吃兔肉 撂下狠话后 他一甩衣袖 转身扬长而去 不得胡闹 蓝旺鸡已经猜到了 是什么事惹到他了 可是他无法解释 听到这个家伙要烤兔子 再也坐不住 出手如垫 衣袖一卷 把他卷了回来 蓝旺 你想干嘛 魏无羡使劲振脱他 谁知 越振脱越紧 两人拉拉扯扯中 魏无羡的腰带松开了 腰带的一侧 正好落在蓝旺鸡的右手上 本来他是不会在意 这条不起眼的腰带的 可是腰带狠狠拍打了他的手 就不由得他不看了 腰带的内侧 绣了几个不易察觉的字 用黑金丝线 似绣而成 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注意不到 那几个字写着 小看天色 目看云 行也思君 作也思君 字体捐秀 一看便知 出自女子之手 蓝湛 你想干嘛 放开我 魏无羡不耐烦到 见他低头不语 表情古怪 顺着他的目光 看向腰带 这这这 这是前唐江那女子秀的 魏无羡离家出走 遇到了他 为他赎生后 待他在西湖边住下 他们当然不是住在一起 但是魏无羡一向不拘小节 温宁也是个大男人 生活喜剧向来比较粗糙 他的衣服 要是破了脏了什么的 自然是那女子 帮他焚焚捕捕 当初跟温晴 在乱藏岗避难时 也是如此 所以他并不觉得 有什么不妥 可是 那姑娘竟然把爱慕和思念 绣在他的腰带上 这下白口莫辩了 哦 哈哈 蓝湛 这是个误会 魏无羡打着哈哈 刚才还嚣张不可一世的气焰 湮灭了 神情紧张地看着蓝望鸡 误会 这下轮到蓝望鸡发火了 他的眼神有股热腾腾的气焰 缓缓升起 真的是误会 魏无羡重重点头 不过 这个误会可不好解释啊 如果不是清静之人 别人怎么可能在你的腰带上刺绣呢 正当寒光君吃素的吗 我说的是真的 蓝湛你有没有在听啊 我连那个女子的手都没牵过 哎 我的腰带 你干嘛毁了她 蓝望鸡一把将她的腰带抽了出来 掌心用力 腰带成了碎屑 落了一地 没有了腰带的捆绑 魏无羡衣服 哗的被风吹开了 蓝望鸡二话不说 把她包了个一干二净 她无法解释腰带的刺绣 就如蓝望鸡无法解释兔子送人一样 那些在特殊情景下发生的意外 真的只是意外而已 没有任何意义 可是两人都欠了别人的风流债 这笔账从何算起 魏无羡衣模糊地想着 她把我的腰带回了 可是她的兔子我还没考呢 真是岂有此理 好的 感谢